我总觉得 有人要向红顶集团下手 而且来者不善 我说走了 当年威风八面的云顶 怕死了 我怕 我的命啊 就是那次咱们执行完任务 回来赚的 多活一天 赚一天 那你为什么让我给你找狂雕 如果是我是一个人 我还怕什么 我让你保护我的女儿 你的侄女她能做到吗 放心 我把她带到韩国来参加特训 如果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我这脸往哪儿划了 我要的是二十四小时保护彤彤 我有个办法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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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 7 6 7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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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收收心了啊 言归正传 该干点正事了 可是我想 哪有你讨价还价的机会 你都休息一年了 不够啊 我想休息一辈子 不行吗 端飞 你呀 就别抱怨了 我这次给你找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是想让你享受生活 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这次不骗你啊 真的 你一定好好地珍惜这次结婚的 好吧 这次我要保护谁啊 这次呢 你不单单要保护他 而且 你要跟被保护的人结婚 什么 没说错 就是结婚呢 你老糊涂了吧 我没想过结婚啊 以前没想过 现在得想 我虽然是你养大的 但这种事 轮不到你做主 更何况 你做不了我的主 我知道你有低处 但是啊 我会给你一个 无法拒绝的条件 老混蛋也会跟人讲条件吧 出来听听啊 什么条件啊 只要你答应去结婚 咱们就可以把以前 你受过的苦经过的磨练 通过这次任务 咱们做一个最后的了解 这是你最后一个人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爸死的真相吗 按我说的去做 结婚 什么意思啊 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 谁伤得我爸 真相需要你自己去调查 我只能告诉你 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不该打听都不打听对吧 你这次最好别再骗我 不会骗你 真的不骗你 你执行完任务以后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不过你要失败了的话 后果也自己想 好吧 我跟谁结婚啊 他叫 云诗童 云诗童 小的时候你就认识 只要能找到真相 我跟谁结婚都无所谓 爸 你干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我上班去啦 好嘞 嗯 云诗 爸 我搜索你 哎呦 爸 我这是去工作 您还亲自护送啊 怎么 对我工作不放心啊 我云家美女大动态 有什么不放心的 瞧你这话说的 不不好意思啊 今天早上坐着 看了一早上的报纸 是 顺便送送你 活动活动筋骨啊 好吧 好 云总您好 你 老宋呢 宋老生病请假了 这两天我给云总才开车 我叫小鱼 他怎么没跟我请假啊 得什么病 要紧吗 不碍事 感冒 感冒 以前发烧都来接您的 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今天第一天上班 咱们抓紧时间 好吧 来 来 走吧 这样子办件事怎么样了 都已经办多了 夏茅威一定给赌了 好 咱们就今后加印吧 好 这总裁第一天上班都知道 可不是 好 好 爸 说实话 您真的对我上任做总裁 那么放心吗 我云顶的女儿 差不了 还担心什么 可我还是紧张 害怕出错 不 以后要负责公司那么多人 我害怕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策 影响了公司 哈哈哈 上任第一天紧张是正常的 等什么都按部就班了 感觉慢慢能找回来的 哎 四季啊 建设路过了吗 我记得是刚才那个路口拐弯 怎么今天绕道吗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好像也是走错路了 四季啊 你怎么不说话啊 赶快转回去 停车 爸 怎么办呢 你别怕 千万别出去 记着啊 你听见吗 爸 你要干嘛 你也不能下去 你记住 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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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爸 爸 别打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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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国奔整个人 好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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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久不见啊 于师叔 爸 你没事吧 童童 你看看 这是谁啊 段飞 改口吧 我是你老公 什么老公 你神经病吧 我救了你一命你没谢我还骂我神经病啊 你这是什么头发 结婚以后染回来 结什么婚 你有病吧你 是 是我有病 竟然答应跟你结婚 谁要跟你结婚啊 爸 咱们去医院吧 我去医院了 我去医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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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道 我会查清楚的 童童 我一句话要跟你说 人我已经给你选了 就是那个段飞 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 爸 你让我结婚 是的 你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没开玩笑 童童 相信爸爸给你选对的人 你准备一下 马上去吧 爸 这种事您好歹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您不能这么武断 我说这些法度太突然 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 这段婚姻 不仅仅是关系到你的个人生活 更关系到整个红鼎集团乃至云甲的命运 爸 我是您女儿 结婚这么大的事 您不能这么亲自替我做决定的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 您就不是我的女儿 爸 您怎么能 云总您好 您现在的身体情况 我们建议您进一步的留院观察 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全身检查 全身检查 我爸为什么要做全身检查 我们现在发现云总身上有一些潜在的病症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你胡说 不可能 我爸身体健康得很 你们一定是看错了 够了 我的伤我自己知道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 你赶快去民众你把婚给我结了 爸 带你调作 开机器 得比听见吗 我自己会走 你们家小姐怎么还不来啊 赶紧缺随 对 我是来结婚的 你们穿着黑西装 戴个黑墨镜 已经够不吉利了 你们俩的 我们俩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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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们俩改进去 这段飞是不会拥溜这个的 你的万代呢 那个万代啊 早都不知道它丢哪儿去了 那看来 这条万代 不是你的了 没想到 真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 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 想想也觉得划算 肤浅 我说我爸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种人身上 是不是你威胁我爸 一定是这样 李小姐 我也是受害者 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段飞 你变了 我变帅了吧 你 得了 赶紧进去吧 再不进去 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 你们俩这是来办结婚的 是啊 这世道还真是变了 现在结婚的一刻可哭丧着脸 都办离婚式 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 从此 我只能看一个女人了 为结束单身生活 感慨一下 段佩 说够了没有 那我给你们办了 拜吧 拜吧 好 请二位去那边找张相 你瞧你这副吃相 你是从哪个穷相批长来的呀 你这要是让公司随便哪个同事看见 你让我怎么解释啊 我跟人家说 这是一位韩国来的华侨 这么多年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素质低了点 您别介意啊 家里做这个饭不耐心 你说什么 我是你老公不是你小孩 把我盯这么紧干吗 不习惯啊 我们就保持距离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啊 我看我老婆不行吗 你以后在外面可不可以不要老婆老婆的脚 是一个红顶的总裁 跟你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一块吃饭 我已经就够说不清了 你以后出去不准跟别人说你跟我结过婚啊 求之不得啊 咱俩结婚都是我爸啊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总裁丈夫了啊 等我有一天说服我爸了 你这么多年从哪来的你就给我回哪去 我今妈 我爸爸这么说话 女儿子就说话 女儿子就说话 你就是老婆牛 你老婆做什么 你就是为什么 你老婆就叫你老婆 我阿员 你认为你喜欢你老婆 你老婆 你和你喜欢你老婆 你一定不喜欢你 我爱你 老婆 你老婆 你很漂亮的女孩 你平准的女孩 你平准了 你平准了 你平准的女孩 你平准是女孩 你平准的女孩 你平准的女孩 以后我听不懂的话 你不许再说了 还给他酒 你别太过分了 想出去吃不吃拉倒 对不起 这顿饭是我吃不了的 再见 不对 不见 一路顺风啊 童童 你回来了 有事吗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我的伤没什么事 真的 真的 就是一点小毛病 没什么可奇怪的 没什么奇怪 我看你倒是挺奇怪的 童童 伤我对你态度不好 爸爸向你道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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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来 什么是二次海默症 就是老年痴呆嘛 什么 爸 你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 这点病 你要了我的命吗 有医生的治疗 有你的陪伴 爸爸一定没事 啊 爸 东东啊 爸爸这辈子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公司交给你 你不怪爸爸吧 爸 你说什么呢 红顶集团是咱们云家的产业 我有责任 我有责任有义务经营好他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让我 他 童童 结婚的事 是你出生的时候就决定了 等你们长大了 你和段飞结婚了 可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他 我欠段飞爸爸一条命 我们彼此承诺 等你们长大了结婚 段飞仪表人才 又能保护你 你嫁给他 我放心哪 不知道哪天 我糊涂了 就来不及了 不会有事儿的 一定不会的 yes 输了吧妹妹 你玩赖 你玩赖 说不起啊 我们再玩一次 都玩了十几局了 你看你 没钱买壁子了吧 你才没钱买壁子呢 我有的是 哎 你等着 我让我哥 来跟你玩 哥 我梦 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回家 对不对 我就再玩十分钟 十分钟肯定回家 哥 有人欺负我 就是他 你帮我呀 你帮我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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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哇 哇 我能以为你��는置 都没有 最好 我会报仇 的 和调 行 你 天 的 你们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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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有的鼻子现在都归我了 你等着下次再找你玩 拜拜 拜拜 你叫什么呀 别管我叫什么 你给忙我帮了 我走吧 既然你都帮我报仇了 我得谢谢你啊 不用谢 你等等我 我们做朋友吧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朋友啊 我叫苏小雅 你叫什么 喂 冷风 你怎么来了 好吧 我马上过去吧 喂喂 喜欢吗 老混蛋 老站买下来了 让我来打你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基地了 老混蛋花这笔钱 不会是让你来监视我吧 你想太多了 我来 是为了帮你 帮我 帮我 被扯我后腿才是 老混蛋啊 老混蛋啊 是怕你太寂寞 这才让我来陪你 你在这儿 也算有个落脚的地儿 还能经常见到我 好 好了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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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就不能让我去 你来干嘛 什么叫我来干嘛 我来当然是来帮你啊 帮我啊 知道你什么情况吗 重要啊 这次 不同以往 情方要挤手得多 挤手 我就把它不挤手 好 云总 你没咖啡 谢谢 怎么了脸色那么差 没什么 秦雪 我让你做的那份 商业计划书 都做好了吗 还差那么 进来 韩总 您找我 放心啊 快来让你派人 叫醒云士同的事 没有办好吧 韩总 对不起 半路出现了一个高手 救走了云士同夫 韩总 谁在报警 警察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 你看你是怎么搞的 我会让他们把嘴都比好的 就他们父女俩的那个高手 你调查清楚了没有 哦 我正在调查 许总 您的咖啡 文文 辛苦了啊 不辛苦 许总才辛苦 嗯 没事我先走了 哎 文文 别着急 今天你的衣服很性感啊 徐总你要喜欢 我每天都这么穿 嗯 喜欢 特别喜欢 哎 徐总 这个 文文 啊 嗯 哎 哎 哎 洗澡 办公室 这么多人看见呢 没人 没事啊 我想问问 今天的咖啡里 放哪个了吗 哎呀呀呀呀 我 喂 哪位 徐总监 有个事情 我要跟你说一下 哦 云总 啊 您说 哦 好好好 人一到我立刻安排 好 哎 您放心 哎 客气了 云总 好 段飞 没听说过呀 云总还亲自安排 管事 啊 哇 上去六地啊 瘦子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瘦子问题 要粘腿 不是穿个西装就是粘腿 你们要从你到外都是粘腿 懂吗 要像我 你看我的穿着打扮 跟你们是一样的 你 你们眼睛一定要太大 还有你 哎 等会儿 你知了什么的 我来报道 报道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你哪个部门的 我说了我来报道 别挡路 等会儿 过来 登个近 什么人呀 太嚣张了 你就是短飞 对 是我 我跟楼下的保安队长 打过招呼了 你下楼去保安部报道吧 保安 齐总 你没搞错吧 没错没错 你快去吧 这是云总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 你管谁的意思 让你去你就去 你是童子 走啊 韩叔叔 您好 童童啊 好久不见了啊 越来越漂亮了啊 谢谢韩叔叔夸奖 我今天第一天上任 资历尚浅 还望您不吝赐教 有什么不懂得 随时可以来找我啊 谢谢韩叔叔 我们开始开会吧 我认为 我认为红顶 应该压缩传统业务 转而将注意力 放在时下正热的 电子商务领域 电子商务 并不是传统商业的死敌 而是能有效 刺激传统商业发展的 一针催化剂 黄龙啊 你可是 这一针所谓的催化剂 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恐怕 没等你这针催化剂生效 我们就早已赔得血本乌龟了 韩叔叔 您是前辈 您应该知道 没有哪一项革新 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商场如战场 你说的这些个大道理 我们都知道 我们红顶集团的发展 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商业方案 那么 我要问一下 你的具体方案呢 具体方案的雏形 我已经想好了 想好了 就是没做出来呢 没有方案 那岂不是天方夜谭了吗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任总 请你不要忘了 红顶集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那可是当年我和你爸爸 一间一间的店铺开起来的 我们有多少个日夜没有合口眼 才把红顶建成了天海 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 商业地产集团 你一句话要敢变伤 那就意味着 必须要压缩传统业务的资金啊 说句不该说的话 这就是旺本 韩叔叔 关于红顶的转型方案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今天我们没有达成一致 那先散会吧 玻璃太硬 又太薄 就容易碎 好久不见了 怎么 不认识我了 柳峰 柳峰 你回来了 回来找你 找我 你当初不辞而别 现在又回来找我做什么 石头 那个时候 我是有苦衷的 都是过去的事 你不要再说 我明白 你是不会原谅我的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跟你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柳峰 有些伤痛 不是解释就能弥补的 石头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 好好聊一下 对不起 我要回家呢 再见 石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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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